作词 作曲 李宗盛 破落花开 笑迎天门开 生者归来 破落花开 破落花开 生者归来 须觅寺院的高僧 眺望着远方 青色的袈裟 在红中笑我吧 优坛婆罗花是传说中三千年一开的仙界极品之花 这种原本在地球上三十多万种植物中找不到踪迹的奇花 近年来走入了我们人类的视野 正在世界各地争相开放 优坛婆罗是梵文的音译 意思是凌瑞花 空起花 起空花 优坛婆罗花的花茎柔韧 细如蚕丝 花色如玉 白如雪 花形如钟 周围散着淡淡的光运 这种花有一个特点 就是无枝 无叶 均线 一根 一镜 一花之玉体 它还有另外一个玄妙神奇的地方 就是可以生长在任何载体上 包括缺乏生命元素的铜像 钢铁 或者是玻璃上 而且无论是严冬 还是酷暑 这种凭空而来的天界极品之花 都可以悄然而至 佛经中有很多关于忧坛婆罗花的记载 法华文句四中说 忧坛花者 此颜灵瑞 三千年一现 现则金伦亡出 意思是说呢 忧坛婆罗花是一种佛界鲜花 释迦牟尼当年预言 此花开放之日 即是转轮圣王 在世间救度众生之时 1997年7月 韩国经济道广州郡一家寺院的方丈 在一尊金铜如来坐像的前胸部位 发现了忧坛婆罗花 一共开了二十四朵 花境长三厘米 这是建筑报道的首次被发现的忧坛婆罗花 1997年呢 刚好是佛力的三千零二十四年 刚好符合了当年释迦牟尼所说的 此花三千年一现所预言的时间 这千彩不遇的奇观圣事 很快轰动了佛教界 修行有素的道中之人和广大善众们相信 传说中的忧坛婆罗花 终于来到了世间 三千年的佛洛花 正悄然开放 法轮声望啊 是不是醒在世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